Hello大家好,我是Terry 今天這集影片我們要來聊一下黃金 我知道我很少在頻道上面去聊去講黃金 第一個首先我自己本身就沒有投資黃金 再來就是我自己更偏向投資的黃金是數字黃金 也就是比特幣 但是不得不說的是黃金是目前世界上最古老 而且最受信任的貨幣形式之一 一般投資人買黃金的目的也是為了避險 然後增加自己投資組合的多樣性 那既然黃金已經被交易有超過了一百多年的歷史 而且最近黃金的價錢也創了歷史新高 所以我們今天就來聊一下黃金 除了實體黃金,你還可以透過Spot ETF 齊權、期貨、衍生品、CFD、基金 各種不同的方式去交易或是投資黃金 那到底投資黃金能不能賺到錢 跟其他的投資相比 黃金能不能真的讓你的資產保值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黃金過去的表現 在過去的50年,黃金的年化回報率大概是8%左右 那如果我們拿他跟S&P500比的話 S&P500在過去的50年,年化回報率大概是10% 所以說其實投資黃金的這個回報率 它的數字看起來也還算不錯 基本上不會跟S&P500差太遠 而且如果硬要說的話其實是差不了太多的 就看你要用過去的多少年去算這個年化的回報率 那黃金到底能不能用來當作是一個對抗通貨膨脹的資產 當然可以啦 通貨膨脹在過去的50年平均每年大概是3.8%左右 所以說如果按照黃金的這個年化回報的話 黃金至少是超過通脹4%以上 而且我們從這張圖就可以看到 歷史上面很多時候黃金的價格跟S&P500是相反的 在動亂不安的時候,市場比較不穩的時候 投資會把風險轉向這些用來避險的資產 那黃金就是其中一個最主要的避險資產 因為股市最不喜歡的就是不確定性 那在經濟慢慢復甦的時候 投資也會慢慢從黃金轉到更高風險的股市上面 當然也有很多時候呢,黃金跟股市是一起漲的 就像是現在,在過去的幾個月呢 因為市場的預期是利率準備要下降了 那很多人想要說投資黃金呢 就是去買那些金飾或是金條 尤其是比較老一輩的人 他們可能覺得說這個東西要拿到手上面比較安心 或是把這些黃金還有金飾放到保險箱裡面 才感覺好像是自己的 但是其實完全沒有這個必要啦 因為當你購買金飾或是金條 除了你要確保說這個東西的含金量真的像賣家說的那樣之外 你買的那個價錢也一定會比純金在市場上面的價格更高 就好比說Costco賣的這個金條好了 之前就有很多人在瘋狂搶購Costco的這個金條 然後Costco賣的這個金條呢 應該是你能夠找到在市場上面有賣金條的這個性價比最高的之一 就算是Costco賣的金條這個性價比最高的金條 它的價格也會比現貨價格高個2%左右 因為你要去交易這個實體物品本身就有各種不同的成本 有運輸成本 人力成本 管理成本 驗證成本 所以假如你是認真的想要投資黃金的話 我會建議你直接買黃金現貨的ETF就可以了 那假如你想要做的是短期的交易 比如說交易黃金的期貨或是CFD 我在之前的影片裡面就有介紹過CFD CFD是一種衍生性的金融產品 中文叫做差價合約 它最主要就是可以讓你去交易黃金貨幣還有其他的大宗商品 而你不需要真的去持有他們 你也不需要真的去購買他們 你是去買賣那個商品的差價合約來賺取一個利潤 像黃金CFD的優勢就是你不用真的去持有 還有管理這個黃金的資產 透過這個差價合約的方式 你同樣可以在市場中獲得短期的獲利 當然CFD另外一個最大的特色也可以說是缺點 你也可以說它是優點 就看你怎麼去用 那就是一般交易所會給你margin 你可以用槓桿去買賣CFD 就有點像說假如你有在交易這個加密貨幣合約的話 你應該知道 CFD跟永續合約是有一點類似的 那margin這個東西呢就是一個雙刃件 如果用的好的話 可以讓你額度小的投資賺取較大的利潤 舉個例子來說 像現在Costco的股票已經超過900美元一股 那對於很多小資本額的投資用戶來說呢 可能900塊美元是一個不小的數字 比如說你全部能夠用來做交易的這個錢就只有1000美元 那你也不想把90%全部放在一筆交易上面 你可能會想要做多筆的交易來分散你交易的風險 或者是說你想要在一筆小的交易裡面放大你資金的可用性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考慮用槓桿來交易CFD 讓你的資本而放大 那同樣的如果虧損的話你的虧損也會放大 我們舉個例子 假如你今天開了10倍槓桿的話 那如果你今天買的CFD漲了5% 那你本身自己的盈利呢就是50% 當然相同的如果他今天跌了5%的話 那你的虧損也會是50% 而且另外一個在做合約交易最常聽見的名詞 就是margin call 追加保證金 追加保證金的意思就是當你的倉位產生的未實現虧損 已經超過你擁有資產的一個百分比之後呢 交易平台呢會要求你去追加保證金 要不然他們就會強平你的倉位 因為你用來交易的這個錢呢是透過槓桿借來的 那假如你繼續虧損下去的話 你的保證金你的資產可能會不夠 去填補你虧損的這個倉位 那這個也是一個很重要用槓桿去做交易 需要了解的風險 在做任何合約交易的時候呢 一定要確保說設好這個殖存點 這也是所有的交易課程呢都會講的第一課 風險管理 所以說假如你對風險控制 風險管理沒有什麼概念的話 或是對槓桿交易沒有任何的概念 我會建議你先去了解一下 這其中的風險是什麼 再去進行任何短期的操作 或者是說最簡單的 你就可以先從paper trading開始 因為paper trading的功能呢 就是讓你去熟悉去了解一下 去練習怎麼樣去trade 不管你是做什麼交易 股票合約 CFD加密貨幣都是一樣的 那今天要跟大家介紹一家 CFD跟外匯交易平台 叫做Tickmail 也感謝他們贊助今天這集影片 Tickmail是在2014年成立的 C加總部位於英國 專注於提供外匯和差價合約交易服務的 全球性金融公司 他們是一家合法合規的交易平台 但是因為美國這邊呢 是禁止CFD交易的 所以假如你是美國居民的話 很可惜 你就沒辦法成為他們的用戶 那Tickmail有受很多國家的金融監管機構管制 包含了英國的金融行為監管局 而且假如你是台灣用戶的話 你也可以直接從台灣本地的銀行進行出入金 那Tickmail他們的優勢就是提供業界非常低廉的交易點差 有時候甚至是零點差 加上還有快速的下單執行 平均的執行速度是0.2秒 那因為他們的用戶基數夠大 另外他們也有提供無重新報價的保證 所有的訂單都是以市場最佳價格去執行 那除了黃金大宗商品跟CFD交易之外 他們也有提供股票CFD的交易 還有加密貨幣的交易 那Tickmail今天邀請我來跟大家demo一下他們的交易平台 怎麼樣以小資本額的方式去交易黃金的CFD 首先我們先打開這個MT4的平台 MT4就是CFD跟Forex的交易員 他們最常用的交易工具之一 那它其實就是一個介面跟交易工具 它可以連接基本上所有主流的CFD平台服務器 打開之後我們就先點擊右下角的設置 然後再點擊一下上面的交易帳戶 然後我們可以點擊右上角的添加帳戶 然後這邊選擇登入一個已有的帳戶 然後在這個搜索框裡面輸入Tickmail 那我這邊就先選擇一個Demo的Server 然後輸入我的登入名 就是你的MT4帳號 然後再輸入你的密碼就可以了 那我們現在就來做一個交易 首先選擇右下角的行情 那我們現在要把黃金給加進來 我們點選右上角的這個加號 那黃金的話就可以在Forex裡面找到 所以我們選擇Forex 黃金的代號是XAU跟USD 這就是黃金兌美元的交易代號 那我們現在選到就是把它加進來 OK 那現在黃金已經出現了 現在選擇這個XAU、USD 然後選擇交易 那我們現在看到這個就是MT4的交易介面 那我們最上面的選項就是交易的執行方式 點開之後呢 這邊就可以選擇執行掛單的方式 比如說我們現在就選擇市場執行好了 那下面這個就是選擇交易手術的設置 在交易CFD跟Forex 通常這個一手兩手的意思呢 就是衡量這個交易的單位 比如說一手的倫敦金呢 就是100oz 那在外匯的話 一手通常指的是10萬個基礎貨幣 好 我們這邊選完一手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選擇止盈跟止损 比如說我們現在要來買一手 我們可以把這個止损跟止盈來進行一個微調 假設我這邊把這個止损設成2300 然後把這個止盈設成2400 那設置好之後呢 我就可以點擊下面這個Buy the market按鈕 這樣子交易就完成了 那這邊就可以看到當前的這個持倉訂單 那我們回到之前的行情呢 再來下另外一個單 我們現在來進行賣出一手的交易 我們可以把止损設成2400 然後把止盈設成2300 然後這邊點選Sell the market 那這邊就可以看到我們現在有兩筆的訂單 OK 那現在如果你想要平倉的話呢 可以在當前的訂單上面長按 然後我們可以選擇這個關閉的按鈕 OK 那我們這邊就可以選擇Close with profit 這樣就可以平倉了 那同樣的這一單呢 我們也是一樣這樣去平倉 沒錯 就是這麼簡單 好啦 那最後Tickmail 希望我在這邊跟大家分享 他們有一個中秋節的入金獎勵活動 不管你是新用戶還是老用戶 在10月16號之前呢 入金滿200美元的話 就可以獲得10%的存款獎勵 那這個存款獎勵呢 最高可以得到500美元 意思就是說呢 只要你入金滿5000美元的話 你就可以獲得這個500美元的獎勵 那具體的活動內容呢 我會把它放在影片底下的資訊欄 如果大家對CFD交易有感興趣的話 絕對不要錯過了 好啦 那今天講的都不是投資建議 也不是開戶建議 我還是要再次去強調 我並沒有建議你去做任何的投資或是交易 而我自己本身呢 也是一個長期的投資人 當然我偶爾會去玩一下永續合約跟CFD 但是因為我不是專業的 所以這些也都是屬於我自己個人的一個娛樂而已 假如你真的想要去做一些中短線交易 或是day trade的話 我覺得CFD可能是一個不錯的交易工具 當然這個就看每個人自己的個人偏好 任何使用槓桿的金融工具 都可以大幅的增加你的報酬 但是同樣的也會大幅的增加你的交易風險 所以說去操作這個CFD交易的話 也是需要技術跟知識的 加上也需要對風險控制有所了解 所以我會建議說 任何真的有感興趣的新手的話 都先從模擬交易開始練習 OK 那今天這集影片就到這邊了 再次感謝Tickmill的邀請 那我們下次見囉